好 现在来谈一谈呢 的母亲的在这个叠交以后的一个康复过程 尤其是在线上我们很多的朋友 我妈妈的朋友 还有我自己的朋友 那回来来讲的话也三个多月了 那从2月14号左右 我妈妈摔倒 那那个时候我的女儿正在 正在这个 台湾 所以呢 我让Emily呢 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我妈妈当时是为什么摔倒的一个原因 好 来 所以我姥姥她发生这个意外 是在2月14号 的那个时候 为什么会发生这个意外呢 是因为 她就是在地下室 因为某一些原因 她不小心叠交 然后造成她的髖关节 有骨头断掉这样 其实她那个时候是 几乎没有办法行走的状态 具体来讲的话 那个时候因为2月份 我还在远距教学 就是线上上课 同时我也希望赚一点零用钱嘛 后来我就找到一个人 她委托我 照顾她的猫咪几天 就在过年 过年的期间 对对对对对 然后因为这个请求也很突然嘛 而且我一定要先问姥姥她答不答应 姥姥她说是可以的 她很喜欢猫咪 所以就很顺利的接下这个委托 不过照顾猫咪几天以后呢 因为有一个晚上我不在家 我就会和姥姥说 晚上的时候不要去跟猫咪玩 那只躲在地下室 因为姥姥她如果晚上去地下室找猫的话 第一个是环境非常的暗 她可能看不到 那第二个就是说 我们大家都在睡觉 所以没有人可以照顾她这样子 然后就是那个晚上过去 我隔天早上准备要回家 然后结果我就接到我妈妈的电话 我妈妈跟我讲说 姥姥她发生一些事情 就是原来是姥姥在凌晨大概四五点的时候 她可能是忘记我跟她的叮咛啦 反正她就是下去地下室 找猫咪 然后结果她就是坐在某个地方 然后她要站起来的时候 因为脚突然没有力气 这是她说的 她说她脚没有力气 然后结果她站不起来 就屁股往下跌 就是她屁股就整个直接撞到地面啦 所以那个 因为姥姥她本身很瘦 只有很多就没有什么肉嘛 只有骨头 所以她这样子一跌下来 其实那个身体的撞起力都还蛮大的 然后又造成她的 就是左脚 左脚的髋关节 有骨头断裂的现象 后来就做了一个手术才修复这样子 对 但那个当场的时候呢 其实我在加拿大 我们家的阿珍就照顾姥姥的阿珍 就赶快给我打电话 然后赶快跟她们紧急的联络 那他们第一件事情马上就送医院 那那个时候是大年初三 很棒哦 那个医生大年初四马上为她 就是打了钉子开刀 这是很棒的 所以我也就是在第二天第三天 花了很多的时间哦 那个时候核酸检测要进入台湾的很麻烦 有时候我立即订了机票核酸检测 在最快的时间 我想朋友在线上也知道 我在防疫旅馆整整就关了15天 那一出来的时候呢 我记得在那个时候 长照人员也帮忙到家里面来看姥姥 在她刚刚动完手术回家 其实她蛮惨的 瘫在床上什么都不能动 对不对 那个时候姥姥的情况怎么样 妈妈还没有回到家的时候 可以介绍一下 姥姥大概花了两个礼拜多的时间住院 就是开刀以后 所以那个时间是还蛮漫长的 其实本来医生评估最好的话 姥姥一开刀完大概三四天就可以出院 但由于因为姥姥她那个时候可能是心情上面受到很大的打击啦 我觉得大部分不是生理上那个恢复的原因 而是她心情又受到很大的影响 因为她就是这个惊吓嘛 还蛮大的 对 所以她就是开完大以后 其实精神非常的不好 然后就是很 很难过啦 很惊吓这样 所以就是住院了好几天才 快两个礼拜啦 两个礼拜 才回家这样 那一个时候她基本上是没有办法走路的 我们一定要用轮椅去推她 她那个如 就是需要用到洗手间的时候 我们包她买了一个便盆椅在她的房间里面 所以她就是 因为行动真的很不方便 所以她上厕所 就是在房间里面有那个便盆椅这样子 她包的尿布 其实那个时候 因为你的髋关节在动刀 你可能在下面的一个组织 就没有办法能够去感应到 所以她会不自觉的尿跟屎这些来讲 都是没有什么直觉 就自动的排出 所以那个时候还要包上尿布 那她整一个 就在床上 因为刚刚动完刀 她怕痛 她也不能翻 翻身都没办法翻身 所以我就回到家 我吓一跳 说哎呦 她怎么瘫在那个地方 那我们阿珍就帮助她要上厕所的时候 她要这样子 她就像吴伟雄一样 就挂在阿珍的脖子上面 你这样子去翻来翻去 上个厕所 动都不能动 而那个时候 长照人员还到我们家来 评估她的情况 是怎么样 长照 你说那个时候她是重症 那个时候其实是在医院评估的 在医院评估的 在医院评估的 医院评估是怎么一个评估的 嗯 就是不懂一些 她的情形 她的这个行动上面的 呃 行动到底方不方便啊 就是由我们第三者来做一个客观的解释嘛 那然后姥姥她的做一个生活起居的能力 或者是可不可以 呃 就是她的记性啊 好不好啊 这样子之类的 对 对 那那个时候说她是大概八度 八度是一个 哦七七级而已 七级 那是一个重症来讲 最最最最最最高是八 最最高是八 最高是八 那时候是七 那时候所以 因为我也不在旁边 有很多的事情来讲 我女儿很不简单啊 她直接啊 二十五岁直接去处理 那同时也呃 有介绍你说哪一些是台北市呃 在一个长照的一个程序里面 她可以能够有一些辅具的一个补助 所以呢包括轮椅是不是 呃轮椅包括便桶 呃包括后来我们家里面有 呃就是那个斜坡板 因为我们家呃后来要出门 轮椅要出门的时候 没有办法能够抬出门 要包括斜坡板 还有在厕所里面的一些呃 呃这些 扶手 扶手 这些来讲的话 经过长照的人员到家里面去评估说 有这些的必要性 我们购买了 购买同时呢 政府还有部分的 蛮多部分的一个补助 那包括到后来呢 我们去附建的这些车子 这些等等呢 都有补助 所以在台北市政府在长照 呃的一个照顾来讲的话 资源十分的丰富 好那接下来 那我跟大家来报告一下 那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 妈妈可以能够 蛮棒的 我让你看我妈在睡觉 妈妈在睡觉 那刚刚你看那只猫咪 这只饿猫 在这边 妈咪 OK 如果我们今天是下午的时间 我们再 就 不好意思啊 嘿 灯太亮 哦我妈说灯太亮 那Emily把灯给关掉一下下 好了 小一点好了 我妈说那个灯太亮 对她来讲不方便 OK 那我必须要跟大家讲一下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 老人摔倒附近是有个黄金旗 所以那个时候回来的时候 第一件事情我就想说 啊我们应该 我们不能让她永远摊在那里 所以她本身一定要将来可以站得起来 所以当然跟医生呢去联络 因为她不是中风 中风来讲她的脑神经这些有受损 因为她只摔跤 所以医生评估 她可以能够回到当初没有摔跤之前的情况 而只是不能跑 那我说OK可以 可是看我妈那个时候的情况来讲蛮惨的 她动的不愿意去动 所以我们就说 那常照的说 那我们可以到家里面复健 帮奶奶复健 我说no no no 我不需要 我们就是一定要出门 出门我妈妈才会动 才有这个动能要动 就是ok 那所以我们就开始去book 去复健每个星期两次 那刚刚开始 所以大家如果朋友们亲友们 在上面现场看的话 有的时候三不五时 刚刚初期的时候 都会把我妈妈的一些她活动的 跟她复健的一个康复的情况呢 有逐步逐步的一个不同的一个阶段 让大家呢一起在分享 那我记得从不能行走 到复健里面一个星期去两次 那刚刚开始当然是做些肌肉一些的伸展 一些就是她那个脚踏车 慢慢慢慢她要让她就察觉她的 开刀以后修复的一些状态 然后呢再开始让她第一次站起来 有扶手那个都是在我们所有的附健 护理师的一个监视辅助之下 在医院里面慢慢一步一步的去做 那大概是做了第二个星期 第三个礼拜的时候 开始练习辅具 那辅具的话 那因为医院里面她的走廊比较长 你在家里面也可以练习辅具 可是你家里面比较小 那辅具没有办法真的练习的多久 所以她医院里面她的一个走廊 她就会增加她的力气 锻炼她的肌肉 不但是手上的肌肉 腰上的肌肉 还有腿部的肌肉 那最后还叫她走扶梯 那在医院现在目前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们大概在两个礼拜以前最后一次的时候 事实上她是可以走的 她自己本身在复健师的这个搀扶之下可以走 那跟各位朋友呢 各位亲友呢 报告一下 我妈妈呢 从坐轮椅到现在已经完全不坐轮椅了 拿那个大型的那个辅助器器也不用了 可是她在家里面她用的是什么呢 她用的那个叫做什么 单的 现在目前在家里用的是这个了 这是拐杖嘛 就是她没有没有得叠胶之前 她用的单脚拐杖了 她现在目前已经恢复了到八九成了 大概九成是有了 我们也很开心她能够有那么好的一个 一个健康的一个修复 可是她比以前试睡 试睡 对 因为在失智的一个路程里面来讲的话 她是脑神经 我们还是有在看神经内科 可是她是不会去变好的 她只是能够延缓 延缓这样子的目前的一个情况 那现在目前就是一直在吃药等等 再让妈咪 看看妈妈在睡 然后一只怪猫 一只坏坏 世界上最坏最坏的猫 让我妈妈睡觉的猫 咪咪 OK 哇 不小心 对不起 不好意思啊 刚刚有点钟 都还害小脸你好 OK 那就是跟我的朋友们 能够稍微的分享 只是跟大家讲 老人摔跤其实是蛮严重的一件事情 但是摔不得 老人没有办法摔跤 摔不起 摔不起 我妈妈93岁 那还好呢 她的摔跤的原因不是中风 所以马上立即要诊断 然后听医生的意见 利用你自己最大的一个能力 使用我们国家里面给你 政府给你最好的一个资源 那不要放弃 不要放弃 最可怕的一件事情就是 你觉得她就是摊在那里 那她就是真的就会摊在那里 你一定要鼓励她 无时无刻的就是要鼓励她 这样子来讲的话 任何家的一个长辈 都可以在爱心 跟一个坚持里面呢 能够逐步的一个修复 OK 好啊 那今天就是这样子的分享 谢谢我的朋友在线上看的 以及呢 稍后呢 可能你会了解这方面 也祝大家呢 在家里面 在家中呢 平安 健康 谢谢小莲 OK 谢谢各位朋友 Bye Bye